神秘艺术家班克希的作品又出现了 英国伦敦5号起连续三天 出现三幅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 吸引民众朝圣 而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7号也出现了一幅蓝紫色瓷砖马赛克 这也是法国神秘艺术家 要送给粉丝的新创作 民众掏出手机捕捉墙上的涂鸦 大功告成握拳欢呼 瓷砖片出的马赛克图像 看起来有点眼熟 原来这是经典大型电玩 太空侵略者里的外星人 换上巴黎奥运蓝紫的主题色 在赛纳河畔跑了起来 让人会心一笑 这是法国神秘艺术家 Invander侵略者的最新创作 神秘艺术家Invander 擅长模拟780年代的像素点阵图 3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 留下4000多件作品 其中大约1500件在巴黎 吸引不少粉丝来寻宝 Invander的创作增添巴黎奥运的趣味 镜头转到英国伦敦 同样也不曾露面的艺术家班赫熙 这几天也输人不输政 林阳正在梁柱上低头沉思 大象从窗户探头抬杠 还有猴子大军入侵高架桥 班赫熙接连三天神出鬼没 一系列动感十足的新作品 似乎也隔海跟巴黎奥运相互呼应 邱凯文编译